在今天的福音前欢呼和福音 耶稣都说 我是世界的光 一句这样的话 光是与我们的眼 与我们的视觉有关 因为有光 我们才可以看得清楚 没有光什么都看不到 黑黑的地方我们看不到 所以光与我们的视觉有关 而圣经里面 耶稣多次说 见得到 是与视觉有关的东西 看耶稣多次说这句话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 用看见来做主题 和大家反省 来自天主的光 来自耶稣基督的光 怎么样帮助我们 见到什么东西 第一篇《独经》来自撒姆尔纪尚 今天的《独经》 是天主派遣先知撒姆尔 去叶室家 为他其中一个儿子父佑 做以色列的君王 故事很简单 撒姆尔就去叶室家 叫他的儿子来 他的儿子里面有一些高大威猛 所以撒姆尔就以为 那个就是了 但天主跟他说 不是这个 然后跟着说了一句话 人看外貌 天主就看人心 这句话很漂亮 个个都以貌取人 个个都看人家的外貌 以为高大威猛 这个就做皇帝对了 天主说不是这样 天主看东西不是这样 不是看外表 天主看你的内心 所以叫他一个儿子来 出齐来 天主也说也不是这些 撒姆尔就说还有没有 还有一个 这个小到老爸都忘记了他 不当他是其中一个 所以就说我还有一个很小的 看阳的在外面 所以他叫他来 一来到的时候 天主就说就是这个 所以先知就为他富有 这个就是达美 成为后来以色列的君王 达美有什么 令到天主选他 起码我们知道 达美是一个什么人 达美是一个敬畏天主的人 至少圣经是他很敬畏天主 如果我们看他写的圣名 很多篇的确是很漂亮的 他写圣名赞美天主 即使他犯了罪 他求天主宽恕 这些都是很漂亮的讨文 到今时今日 我们都念达美的讨文 看得出这个人心底里面是敬畏天主 还有一些事情 我们看到他是很敬畏天主 后来大家都知道 皇帝杀乌尔 贼到他 追杀他 这是他的功臣 皇帝就是这样追杀他 他有好几次机会 有机会杀那个皇帝 但他始终没有下手 为什么呢 很简单的话 他说这是天主的富有者 我怎么都不会加害天主富有的人 是这么简单 因为天主他好不好也好 是天主选拔了他 但我怎么都不加害他 他怎么害我 迫害我都好 我怎么都不会加害天主富有的人 到后来 杀乌尔战拜自己自杀 其中一个人回来报告这件事 被达米依为要功 你的敌人死了 好像是他杀了 回来要功 结果是怎样呢 达米依为要求人立刻把他杀了 主要是说你敢杀天主富过游的人 不可以要输他的罪 看得出他多么敬畏天主 所以这是达米依为要看他的人生 第二篇读经来自《厄弗所书》 《厄弗所书》 保禄用光明和黑暗做一个对比 说出归以前归以后不同的地方 归以前他觉得自己是黑暗当中 看不到应该走的道路 但归以后就不同了 他成为光明之子 他的生活就是良善、正义、诚实的生活 其他黑暗的事 他说提也不要提 归以后 已经生活在基督的光明之中 是很简单的 这是圣保禄的生活 就是说他整个人的伦理生活 建筑在他对基督的信仰上 因为对基督的信仰 使得他与从前的生活很不相通 黑暗的事 不好的事 他说提也不要提 这样教导我们如何过我们的生活 让基督的光照耀我们 这是第二篇 第三篇 《若望封音》 今天又是一篇很长很长的记载 讲耶稣自好一个胎生核子 这个故事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看 比方 门徒问耶稣这个问题 这个人生出来就盲眼 人就会问 为什么有这些事发生 是不是他犯了罪 是不是他父母犯罪 使得他生出来就盲了眼 因为犹太人 往往是将这些不幸的事 和罪恶 为什么有些不幸的事 你犯了罪 或者说你的父母犯了罪 使得有这样的恶果在你身上 耶稣的回答很简单 不是他犯罪 起码不是这个人犯罪 也不关他父母的事 只不过是天主席这件事 会彰显他的光荣 即是说 不幸的事 如果天主愿意的话 都会带来好的事 这件事本身是不幸 但是如果天主愿意好的事 能够从一件不幸的事 会带出来 这个故事又可以带出 圣洗圣事 因为耶稣派他去 耶稣治疗他 用烟泥抹在他的眼上 这个表示天主用泥土做人 现在用泥土为这个人带来新的创造 然后派他去史罗亚池洗一洗 洗完之后就立刻看到了 那就是圣洗圣事 洗完之后 使我们一个全身的生活 能够有一个圣洗圣事的意思 放在里面 今天我们就用《看得见》这件事 去讲一下 很有趣的故事 耶稣没有问这个盲眼的人 你愿不愿意好 耶稣没有问他 这个人也没有求耶稣任何事 他没有大声叫主耶稣 求你可怜我等等 他没有叫过一声 完全是耶稣主动自己和丁泥抹在他的眼上 还叫他在史罗亚池去洗 整件事 耶稣基督 世界的光 令到这个人能够见得到的东西 所以是耶稣有意治疗他的 这是天主的恩赐 很清楚的 但是法利塞人不是这样看 但是他质疑这个盲眼的人 也不知道是否真的盲眼 所以叫他父母来 父母又不敢得罪这些当权的人 就是说他已经成年了 你去问他 我把这个盲眼的人订回给这个盲眼的人 这个盲眼的人 就很清楚从经验里面去讲出一个事实 法利塞人纯粹是从法律的角度 这个人是安息日治病 他不可能是来自天主的 结论就是这样 因为他安息日治病 用法律去看这件事 这个盲眼的人就是说 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一件事 我从前是盲的 现在我见得到 是这么多 素诸经验 我从前是盲的 现在我见得到 你说其他的东西 这个盲眼的人不接受 你说他是罪人 我不知道 天主不会苦听罪人 他是很简单的答案 完全是从事实 从他认识的真理里面 他讲出一些东西 法利塞人没有他负 就把他赶出去 赶出去是什么意思 逐他出教会 不再让他入会堂 很有趣的 赶他出去的地方 叫做阳门 在阳门赶这个人出去 但是接着那一章 这是第九章 在第十章 耶稣就说 我是阳的门 你将这个人从阳门赶出去吗 真正的阳门 欢迎这个人进来 很有趣 就是世界的光 让这个人进入真正的光明里面 佔立耶稣的人 即使盲的都会见得到 拒绝耶稣的有眼都跟盲的没有分别 所以这个故事带出很多很漂亮的意思给我们 好 我们反省我们的主题 看得见 看得见和光有关 耶稣多次用人的感觉去说 特别是这么多个感觉 视觉 听觉 味觉 触觉等等 耶稣最重视视觉 他是多次讲视觉 看见这一样东西 耶稣曾经说 眼睛是身体的灯 眼睛健康 你全身都光明 眼睛健康 你全身都光明 眼睛有病 你全身都黑暗 耶稣很重视人的视觉 不妨我们反省这一样东西 你想一想 在这么多样器官里面 你最不想失去的是哪一样东西 有人就说 我不怕听觉没了 听少别人的闲话 乐得清静 有人说老了听不到话还好 很开心的听不到话 有时半听得到半听不到就更好 喜欢听自己的东西就能听到 不喜欢听就当听不到 所以有人不介意 没有了停觉 但是个个都坚持要有视觉 对吗 我想你们个个都不想失去视觉 觉得失去视觉的人是很惨 是很不幸 这件事是很真实的 我们特别对于盲人是一份同情 是跟其他的器官坏了的 你是没有 但是当你看到一个盲人的时候 他最容易挑起你的善心 我想个个都有一个经验 就是看到盲人想过马路 你是不是很想帮他 一定说我陪着你一起过马路 很多时我们看到盲人拿着牌 在车站 就是告诉别人 我想坐多少号车 是不是个个都想告诉他 车快到了 在你面前 会陪伴他 看他上了车你才行 对吗 很多人都做过这些善心 为什么一个盲人 会挑起你这么大的爱心 就是 不知为什么天主是令到人对于没有了视觉的人 特别有一种同情 所以耶稣所说是挺对的 这些不好的东西能够带出一些好的东西 彰显天主的光力 你从来都没有那么好心 但是一见到盲人你就会很好心 你不容忍人欺负盲人的 一定不行 觉得什么人来的 这些盲的人你都这么欺负 或者抢盲人的钱 你不能够容忍的觉得这些罪过是 我还注意到很多我们社会里面的东西 对盲人特别是优待一点 我注意到一件事 在盲人院附近的交通灯 绿灯是特别长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 特别长开车的人就知道 比平时的交通灯长很多 为什么 让盲人慢慢过马路 因为在盲人院附近 他可能每天都要经过那里回家 我们整个社会是对盲人特别 有一份善心 是好事来的 失去视觉的人 是挑起人心底里面的善性 被他们拉了出来 这可能是一件不好的事 天主也帮助我们的人 对他们特别好一些 我们有眼睛的人 当然要感恩 但是不妨又想想 眼睛用来做什么 眼睛用来看东西 看什么东西 圣经就教我们 眼睛要结症 如果你的眼睛犯罪 你全身都黑暗 所以特别要小心自己的眼睛 看什么东西 圣经里面很清楚说 我们刚才所说的圣王达尼 就是因为眼睛犯罪 才搞出这么多东西 圣经说他 眼睛看女人洗澡 就搞出犯奸淫的罪 由奸淫的罪 搞到杀为人家的丈夫 这些是很难遥述的罪 一切都是因为从眼睛开始 眼睛犯罪 令到这么多罪恶跟着出来 所以耶稣就说 眼睛洗你犯罪 你挖掉它 用一个这样的比喻 忍痛你都要离开 洗你犯罪的机会 所以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四春期 不妨从节制自己的眼睛开始 四春期我们每个都想做一些东西 准备自己的心灵过 復活节 不妨从眼睛开始 截制自己的眼睛 从前就会说 我记得我从前在家教下 四春期看少点电影 叫我们截制自己的眼睛 看少点电影本来没有犯罪 不过作为截制自己的眼睛 使自己的心容易转向耶稣基督 不妨洁净自己的眼睛在四春期 眼睛千万不要犯罪 像圣布鲁所说的 这些不好的东西 看也不要看 看也不要看 让我们四春期做到这一点 这只眼健康 你全身都光明 这是圣经的教训 让我们每一天 起床的时候 见到天主美丽的创造物 去感恩 感谢天主 我只眼还可以见到耶 见到天主创造的世界 是这么美好 见到我们心爱的人 还在自己的身边 为此而感谢天主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